大家好 如果我告诉大家有这样一种职业 一年什么都不用干 甚至来面都不用走 就有五到六万元的收入 每年定期打到自己的卡上 而且过过这个收入还在涨 大家信不信呢 那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厂职工 就是这样一种职业 这个团厂职工呢 简称团厂职工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那团厂职工呢 它类似于这个国企的这个职工呀 他们就是可以 这个团厂职工是可以正常退休呢 退休的 在他入职团厂职工一年以后呢 国家就会分下来五十亩口粮地 这五十亩口粮地呢 我们都知道 中国是没有自己的地的 所以他分下来的地呢 也就是实用权限 那这个实用五十亩地的 这个实用权限是多久呢 从他分地开始到他退休这段时间 这五十亩地的实用权限都成了 所以延退政策呀 最有利的就是这一部分人呀 因为他们可以白拿这么多钱很多时间呀 这个钱而且还是在涨的 那么他们拿到这个五十亩地之后呢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自己种 我们这里说的五到六万是他包地的价格 所以自己种呢 我们就不说了 那包给地老板呢 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呢 是全包 第二种选择呢 是半包 那么这五到六万呢 是全包的这样一个费用 这样一个价格 那什么是全包 什么是半包呢 这些团厂呀 会定期的 会不定时的去委派一些 这个派一些杂活 这个杂活呢 一年也就是屈指可手的几天 那这个杂活 如果让地老板找人干了 这就是全包 也就是我所说的 面都不用了 甚至人在美国都可以 那么如果说 这几天我有时间 我就自己干了 我不要地老板 我干 那就是半包 那半包的价格 肯定是高于全包的价格了 而且是高不少的 但是由于这种情况的这个存在啊 很多这个团厂时空 他们都是怎么选择的呢 他们的选择就是 我全包给你老板 拿着一部分收入 然后我再去外面啊 去找一个工作 这样就两份钱了呀 当前的就业形势不太好 而他还要去 这部分人还要去 去这个 抢占别人的这样一个工作机会 那这一部分人有人问 这一部分人是不是有什么 特殊的存在的意义呢 这得要插一句 我说的这个五六万 是当下的一个价格 比如说最棉花价格高的时候 就是说21年22年这个时候 那就是1500到1700亿亩地 那算下就是七八万的 这样一个价格了 对吧 又高很多了 那么我们再说回来 是不是有人问他 是不是有某些特殊的存在意义呢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这个存在的意义是维稳 那好 从七五事件 新疆七五事件 到这个新疆国离人 这一段时间内 是新疆最需要维稳的 那这一部分时间内 维稳的都是谁 警察 写警 中国人民解放军 武警部队 甚至连周边的商户 周边的商户 肯定拿任何政府的好处 他们都参与到维稳当中来 他们都要 警报一响 他们就得拿着装备集合 而且还要参与这方面的训练 那此时团长职工呢 我们都不说人了 我们都说影子在哪 影子都没见 现在新疆稳下来了 他不需要维稳了 那些所谓的警户站 都改成这个什么厕所呀 还是便利店了 他住来了 他告诉我的 指责是为你维稳 不需要维稳了 他过来说维稳 那你怎么不说 你是为新疆战争做准备的呢 为这个宇宙毁灭做准备的 你这样混的时间不更长了吗 对不对 而且第二种说法 还有第二种说法 说这部分呢 是这个要参与啃荒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需要参与啃荒 这一年的征工期 也就是说 入职团长职工 到分地这一年的时间 就相当于顺其 他们就干一些团长委派的杂货 比如说我管理个菜地 是别的 不需要参与这些 啃荒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我们说到这儿 我们都发现 从明面上来说 这个团长职工 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那他是不是 潜规则层面 他有存在 潜规则层面 他有什么意义呢 他也不是什么 领导的什么亲戚朋友 不是这些 没有这些群态关系 就纯纯的普通人 就纯纯的普通人 那么我们发现 不管是明面还是潜规则 没不存在任何的价值和意义的存在 那这部分存在 他就很奇葩 这部分特权派 拿着这部分特权 最关键的是 他这一部分 你要说如果是每天都去打卡 都面 我就坐到那 我哪怕啥都不干 玩手机 玩一天 你每年给个五六万 因为你这样不用强调别人的这个工作岗位 这还可以说得过去 对吧 问题是连 这个卡也不用打 面也不动 还强调别人的这个工作岗位 那这里我们就再说一个重点 就是新疆是一个 重度依赖 残证转移的这样一个地区 每年中央要多一笔钱 地方政府还要多一笔 这个原疆经费 那地方政府呢 我们都知道 现在清晰情况不景气 地方政府面临着各种困难 这个原疆经费还是有的 而且数量不低 那么这一部分 就是地族和团长部 施工的这一部分收入呢 如果说把这份收入啊 团长施工给他清退掉 然后这个包地的钱 全部收为地方 新疆地方政府自己 大概有多少钱的 我算了一下啊 按照21年的数据 新疆的这个棉花种植面积 是3781万亩 那么我算下的是300多亿的 这样一个收入 而且这个300多亿 是按当下棉花价格不景气的 这样一个收入下算的 如果按照好的时候 那就300多亿 四五百亿嘛 那就是达到这样一个收入 而且这只是棉花的地啊 还有其他地来 都没有算进去 所以几百亿是轻轻松松的 这几百亿 我们拿来去吃吧 对冲一下 这个因为有内地 他经济情况不好 我们可以暂时管解一下 减免一下 他的这个 呃 原疆的这个金额嘛 数额嘛 他不香嘛 嗯 而且新疆还有很多 他财政窟窿呀 拿这些 他这个东西去 补补一补财政窟窿呀 现在新疆又定成自贸区了 对吧 新疆财政迟早要独地的 你你你把自贸区的一些东西基础设施 完成完成 衔接衔接呀 为未来做到打算 他不好吗 一会儿投入到民生工程当中 把新疆的一些穷人给他们定下补贴补贴 他不好吗 非要去养着这边一帮特权 然后再说新疆的目标是长治久安 你养这帮特权 他就长治久安了吧 你只要一帮特权特权 他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他存在的意义 他存在的价值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新疆 太稳定了 太难受了 非要给新疆的维本上点强度 让这个新疆的老百姓难受难受 心里这不平衡 恶应恶应 这难道是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吗 所以我不明白 这部分人存在意义是什么价值 所以我强烈建议 这部分人就应该侵略到社会当中去 把他们放到社会当中去 然后这个地的钱呢 收给政府或者是收给国有 这都是恶应 那其次我们再说一下 民航目标价格补贴这个事 实际这个事最有利于的 就是这批草执行 民航目标价格补贴 刚开始新疆有 后来是新疆内地觉得不公平 意涵 然后内地也有 但是内地你补了点钱 你跟新疆文明 新疆不多少 你内地也还不多少 而且这份钱谁出 关键还是政府出 你政府出这一部分钱 你就补比较价格 新疆目标价格出来以后 棉花价格目标补贴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 新疆的地价才涨起来了 然后新疆种植棉花的主要 它这个成本就是地族 地族一年五六万 你想这么高的地族 然后补贴到这些 种地的这些 棉老板的手里 然后棉老板再拿着这笔钱 给那些团长职工 而且 这个 能不能补齐 能不能棉花目标价格 这七百亿 能不能补齐 给团长职工的地村 那还都是两把事来 我跟大家简单算一下 五十墓地 按照当前的价格 也就是七万块钱左右 就是刨去 我们说 刨去除了地租以外的所有成本 把地租和利润加一起 就是七万多块钱 然后 我们再刨去地租的 我们算一个中间数码 一千到一千二 按一千一算 那就五万五 刨去五万五 也就一万多 也就一万多块钱 而且这个价格 还是算上补贴的一个价格 就是一万多 然后 那没了这个补贴 就 我们就不说没了补贴 就是 不到八块钱 那就不挣钱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既然新疆这么需要 棉花这样一个产业 新疆政府 它也 它也 非常缺钱 新疆它这个社会稳定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这个团场时空 它的存在除了负面价值 还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任何价值不提供 白白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的资源 我还要去强占别人的工作 然后没有任何存在意义 形象上的意义也没有 相规则上面的意义也没有刚刚说了 不是那么电脑经济群的关系 所以就很可笑 所以这就可以反映出来 这个 不是说 新疆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 结构上存在一些问题 这么多 怎么说呢 再说 就是